经典的艺术家 经典的作品 经典的电视呈现 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 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 为您推出的经典回眸栏目 我是张芳 说到乐举 不得不提到一个地方 那就是浙江盛县 作为乐剧的发源地 盛县培育了乐剧历史上 多位举足轻重的艺术家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也一同回顾了 1983年底 著名乐剧演员们回顾香演出的资料 而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会将时间追溯到 1983年的3月 当时作为乐剧十姐妹之一 阔别家乡 21年的尹桂芳老师 协同一批优秀的乐剧演员 回到盛县 开展了一次温馨的故乡之行 芝头信花开 笑吟亲人归 阳春三夜 著名乐剧演员尹桂芳 回到了阔别21载的娘家 乐剧演员尹桂芳 陪同他一起回来的 有契养仙 陈金莲 桂兰邦 丁兆峰等老演员 盛县业组 盛县业绩之家筹办的 乐剧发展实展案例 一度被砸烂 现在经过整理 又重新开放 丁兰岛 展览会按照乐剧 从1906年 第一次登上舞台开始 七十多年来的发展 划分成 一 唱书时期 二 小歌班时期 三 男子绍心文系时期 四 女子绍心文系时期 五 女子乐剧时期 五个阶段 系统的做了介绍 尹大姐等人 在业绩之家负责人陪同下 仔细地参观了展览队 被如果进一步扩大丰富 展出范围内容 提出了建议 也对介绍中 特别差务之处 做了指正 大家回顾了业绩的发展 展望未来 信心倍增 在短暂的行程中 尹贵方老师和多位演员们 不仅完成了四场乐剧艺演 更特地败业了自己的乐剧启蒙老师 还来到乐剧之家 指导孩子们 晨曦中 乐剧之家培训班的学员们 已经苦练了好一阵子了 육游火 相机山 泪洲 百日石 中 foot 看到这批新苗勤奋好学 尹大姐非常高兴 她顾不得工作劳累 手脚不变 亲自来为学员们辅导 她说做习车人员 基本功很重要 希望我们早早在这里 好基本功 老师都活着 她以众心肠的主副导演 做戏曲演员 基本功很重要 希望同学们 紮紮实实练好基本功 老师们多化些气力 同学们更要用功些 为了帮助业绩之家 筹集资金 为了业绩事业的发展 尹大姐和众位姐妹 在盛县人民剧场 举行了四场一演 以尹太宁剧 和文秀七元 沙漠王子 及七派代表作苏三起介 同互相观众见面 给你选拥 丑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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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细 hanno下我 对林西 和文西 我满全吴地 似习三澹 他之外 王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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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